會出頭的 還不會以備手 本來我都很平靜的 這一刻我忽然想哭 在這三年 我們的電影圈是很寂靜的 尤其是動作電影的程度不得了 什麼都做不到 我每天做的就是早上去買菜 四月中午飯就是下午再去買菜 四夜媽媽那頓 不要繼續 然後所有的電影好像對我來說都沒什麼關係 自己在想我是不是電影圈是沒有關係的 忽然間我聽到亞洲電影節 一個電影這個終身成就給我 我真是很意外很surprise 我們坐人是往高處看的 就算掉下來也是翻上去過了 人家看不起你們 你們得看得起自己